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谈指甲BB的争议 所以是两个课题 我们先谈第一个 就是马来西亚的奥运表现 当然奥运 很多人都说马来西亚表现这么差 才拿到一赢一桶 真的很多人这样说 我相信很多独有也有这样子的感慨 为什么马来西亚表现这么差 菲律宾拿到第一面金了 印尼也有金牌 新加坡上一届也拿到金牌了 泰国更不用说 很早以前就有金牌了 为什么马来西亚表现这么差 才拿一赢一桶 其实这样子的讲法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这一届2020年 当然今年是2021年 因为COVID它延迟的东京奥运会 其实拿到一赢一桶的成绩 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第二好的成绩 只比2016年的李约奥运的四赢一桶 当时是大爆发了 也是运气的关系 很多没有expect到可以拿奖牌的 都进入了决赛 像混双像男双 所以拿到四赢一桶 2016年是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但这一次2021年 它其实是历史上第二好的成绩 我们马来西亚只有在1996年 有银牌一赢一桶 其他的赛事都是拿到一赢 不然就是拿到一桶 所以说马来西亚表现很烂 其实是不正确的 我们要自己跟自己比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们要跟外国比 跟其他国家比 跟其他国家比 为什么别人可以拿金牌 为什么中国那么厉害 美国那么厉害 德国那么厉害 日本那么厉害 马来西亚这么差 马来西亚人很丢脸 从这里 其实这个课题 我以前也觉得 我们的运动人不好 我们的体育很差 我们觉得很丢脸 但是当我看得越多 知道得越多 了解得越多 我其实觉得 说外 我因为马来西亚的追求 其实并不是体育 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你看体育强国 都是发展 已发展国家 为什么 因为你已发展国家 表示对人民基础的温把 你已经掌控好了 人民的基础测试 人民不会挨饿 人民安居乐月 所以你可以让人民 鼓励他们出来运动 鼓励出来他们参加体育 你想一下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连饭都吃不饱 然后你面对很多的问题 你会有心思去运动吗 而且你要在奥林匹克 拿到金牌 是要全副身心下去的 不是你业余今天打两下 明天打两下 你就可以拿到金牌 所以这个是发展中国家 跟先进国不能比的 第一个原因 当然像中国 大家也可以说 中国不是先进国 为什么它可以是想排大户 这个就是共产国家的差别 也是底下我们要讲的原因 共产国家 它可以不顾人民的基础设施 它不顾人民的温饱 很多人说中国很有钱 洪律师你错了 温家宝 李克强 中国的总理李克强 第二号人 亲口说中国有6亿的人口 一半的人口 每个月只有1000块人民的收入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6亿只有1000块人民币 差不多七八百马币 所以他不是有钱 但为什么他可以出产出 这么多的运动员 因为他是举国体制 他为了国家的门面 可以去不计资源 不计耗费甚至不计人权 来去增金夺赢 才去增金夺赢 所以他才可以有这么多的功效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中国的奥运代表团 女性运动员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女性运动员 远远多过男性运动员的 大家可以去找资料 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吗 因为中国是有针对性的 他发现男性运动员 在奥运会 他的竞争程度比较大 你要拿金牌比较难 反而女性 我们亚洲人跟欧洲人跟美洲人 女性他本身的体能优势就比较小 然后女性更多是要技术的 只要你刻苦训练就可以超过的 所以中国是有针对性的 他会更针对这些 更容易拿到金牌的项目 所以讲到完就是一个门面工程 马来西亚要这样子的门面工程吗 你们愿意马来西亚政府 花几十亿花几百亿来搞 这个门面工程在马来西亚还没有进入先进国 马来西亚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之下 就去大搞体谈吗 你愿意吗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至少我是不愿意的 所以你看马来西亚的体育其实靠一些天才来支撑 李中伟也是天才 李子佳也是天才 二十多岁就有这样好的技术 而不是我们的国家倾尽资源去培训他们 第一我们没有这个资源 第二我们政府也不愿意出这个资源的 像阿西术刚刚拿到麒麟赛银牌的选手 很多人不知道 尤其是华人 讲到阿西术我也要讲他一下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麒麟脚踏车赛的高手 还拿过世界冠军 所以很多华人其实只看华人的体育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 马来西亚存在平行世界 大家只关心自己一方的情况 这个是很可悲的 我在2016年之前就有关注阿西术 大家可以去我的Facebook有去找 然后当时我很惊喜 我们马来西亚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才 这样子的天才 像我刚才说 其实是很靠自己 有这样子的个人天分 有这样子的天才 马来西亚才可以一较场馆 你知道吗 阿西术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铜牌之前 马来西亚是连一个适合他训练的场馆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 然后他自己要东奔西走去找赞助 去找教练 去找资源 然后很多人还拒绝他 所以当时他拿铜牌了很多资源 很多赞助来找他的时候 他有发一个贴文 感慨大家可以去看 说以前要做一点事情都难 现在只是哪一面铜牌 就有这么多的资源滚进来 所以阿西术的情况我们就看到 并不是国家去栽培他们 更多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努力 然后他们自己的天赋 他们自己的天分 才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光 这点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 像阿西术的脚踏车 讲他的脚踏车之前 阿西术之前在冲刺赛 16强失败 然后他之后有说 其实他是流利 因为他的优势项目是麒麟赛 而不是冲刺赛 所以冲刺赛他是流利 他知道他哪排五万 所以他不要耗费太多的力气 这个新闻一出 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新闻才是前几天的新闻 评论区的华人 我看 你可以看马来新闻 英文新闻跟华文新闻的差别 评论区的华文留言 一面倒在嘲笑阿西术 说你不会直接不要参加 你要流利 你不会直接不要参加 说这样子评论的人 显示出自己非常巨大的愚蠢 为什么 阿西术他知道冲刺赛拿牌五万 他进了16强 他流利不要冲 而且他输一点点罢了 0.0多秒 如果大家有看到场比赛 那有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要直接不参加 答案就是 选手要去适应场馆 要去热身 先了解 所以虽然冲刺赛不是他的优势项目 但还是要参加 原因就在这里 然后我也说一下 麒麟赛很多人 其实不知道这个赛事 我记得我在2016年的时候 还特别去研究麒麟赛 去研究他的规则 你知道麒麟赛 为什么叫麒麟赛吗 并不是有一只麒麟 其实是他日文翻译过来 他日文原本的意思是Karin Karin是竞轮 就是竞赛的脚踏车的意思 所以华文翻译麒麟 其实是错误的 你应该翻译竞轮 竞赛的竞 轮子的轮 才对 所以从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 麒麟脚车赛 其实是日本发明出来的 日本发明 日本也出过世界冠军 但最近没落了 但是日本是全世界 这个竞轮脚车比赛 最大最蓬勃的国家 在日本 你以为足球 棒球 有联赛罢了 其实竞轮脚车 麒麟脚车 也有联赛的 而且是很多日本人 去赌的一个项目 1946年会有 竞轮脚车比赛的目的 其实当时是二战之后 在二战之后 日本政府想要提整经济 想要让人民出来花钱 所以他们就搞了 竞轮脚踏车比赛 然后鼓励日本人出来赌 我记得我看的资料 一年投注在 这个竞轮脚踏车联赛的 Bag 酬金 可以过一兆日元 所以是一个很吓人的数目 扯远也给大家知道一下 麒麟赛 所以 刚刚我们有提到 Azizu的脚踏车 Azizu的脚踏车 单单就要30万元 你想一下 马来西亚 在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如果政府要培养 100个脚踏车选手 你要拿奥运金牌 你不可以只培养两个 你要培养100个 然后100个来互相竞争 互相竞争了 找出最好的 然后去跟别人比 就像我们的羽球一样 我们羽球为什么 算是羽球强国 因为我们有羽球学院 从州 从每一间学校开始 就会选拔人才 然后把人才聚集到一起 强势的训练 所以马来西亚的羽球 一向来都是强国 但是最近越来越滑坡了 但是脚踏车 我们举脚踏车 一个就要30元 就算给他便宜也要几万块钱 你说如果要花这样子的钱 来去拼奥运金牌 你愿意吗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答案 我自己是不愿意 所以既然你不愿意的情况 马来西亚拿不到金牌 又有什么好生气的 又有什么好酸的 又有什么好值得丢脸的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金牌 真的那么重要 当然如果我们能赢 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说要用举国之力 倾注金野资源去赢 我觉得马来西亚没有这个条件 也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 你应该先建好RT 槟城的RT Johol的RT Johol的MRT 吉隆坡的捷运系统 先把这些基础设施 建好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你才去搞这些门面的行为 才去搞这些额外的行为 才对的 除了Azizu脚踏车的例子 我们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世界足球强国 德国 德国我们都知道 是欧洲 可以说最强的国家 在足球里面 拿过五次还是四次的世界杯 我也忘记了 但是你知道吗 德国其实是每年都投入 2000万欧元 来进行青年培训 就是你小学 中学 你有天分 他们就会 跟我们的羽球一样 就会把你聚拢在一起 给你训练 每年都投入2000万 从很久以前 从20年前就这样子的 到现在不断 是每年最少2000万欧元 换来马币是多少 最少一亿 每年最少一亿的钱 投入进去 所以你说马来西亚要进世界杯 马来西亚花这个钱 你愿意吗 当然我们以前国阵政府 也确实很爱面子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就学德国 也搞起了清训 我们叫NFDP 国家青年足球培训计划 一开始 2014年政府也是说 会每年拨款2000万 学德国 每年拨款2000万 但是马来西亚是拨款马币 但结果怎么样 政府没有钱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project 也不是最紧迫的project 所以在2014年 虽然政府说拨款2000万 但结果第一年 在第一年政府就失言了 拿出来的钱是多少 只是1000万 然后在2015年 又再减少变700万 2016年2017年就变350万 看到吗 从2000万变350万 原因就是在这里 你没有资源的投入 没有专注的训练 没有场馆 场馆也是钱 没有设施 设施也是钱 你怎样去陪 世界级的人才 这些团体运动 足球 篮球 不像脚踏车 不像羽球 一个天才就可以 足球 你有一个天才是不够的 你要10个天才才可以 所以这些 要真金就更难 所以这些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讲到NFTP NFDP 这个青年培训计划 其实在西蒙执政时代 也引起轩软大波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的青年队的教练 是林长津 在德国拜仁慕尼黑 做了12年教练 培养出很多球星 他被挖脚来马来西亚 做NFTP青年队的教练 结果他的薪水是17万 但是政府一直砍资源 砍资源 到最后 政府连给他薪水的钱都没有 这个很著名 马来西亚人 80年代我们的足球国脚 他就回去德国了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就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 奥运 其实我们拿不到是应 不是应该的 所以没有什么好酸 没有什么好觉得丢面的 这个是事实 然后讲了很长 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二个 就是李子佳的BB争议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李子佳大家肯定知道了 24岁 然后拿了全赢冠军 今年的奥运会被寄予厚望 但在八强的时候 对到成龙 就是银牌 去年2016年上一届的金牌选手 就败下阵了 先赢一盘 第二盘第三盘 第二盘差一点点 第三盘就一面倒 输了 所以他 虽然输 但是他还很年轻 他有大把机会 而且他也刚刚成名不久 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李子佳 那我说的这个BB争议是什么 BB其实是baby BB的缩写 BB两个B 所以这个争议是什么争议 四元他输了比赛之后 就有很多电台 电视台 有很多直播 电视台 电台的直播 去找他 然后就叫他唱歌 然后就称呼他为BB 就是子佳baby 好像把他捧成 一个娱乐 明星一样 所以这个新闻一出 就有很多人抨击 说李子佳这么年轻 才刚刚打出一点成绩 你们就把他塑造成明星 就要把他推向娱乐化 把他推向台前 这个会腐蚀了他的心灵 会让他失去上进心 我训练到这么辛苦 做运动员 我得到的名气 只是这么小 而且还很难赢 要付出很多 如果我转向娱乐界 你看随便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名气 就这么多人的追捧 如果你的心思不定 你确实很容易就会倾斜 很容易就会倾斜 所以很多人抨击 说你们这样子是污染李子佳 叫李子佳BB是毁了他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讨论一下 应该讨论一下 我问大家 李子佳 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工具 其实那些批评他 说李子佳应该刻苦训练 应该为国争光 而不是去参与这些直播 而不是参与这些 唱歌表演 当然你乍看之下是对的 你是运动员 你去唱歌干嘛 你去接受采访干嘛 你去给人叫BB干嘛 乍看之下是对的 但是你细想一下 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人 他凭什么 为了我们的荣誉 要牺牲所有的娱乐 所有的采访 所有的这些接触 然后来满足我们的行为 我们凭什么这样子要求他 他不是我们去得奖 去赢奥运会的工具 他是一个人 他有自己的选择 当然他的选择 如果他真的走错了路 或者是他选择 去参加这些曝光的行为 然后让他的水准下滑 这个苦果是他自己吃的 他会被踢出国家队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并不能拿我们自己的标准 去绑架他 我问你 如果你叫我的儿子 每天都是训练训练训练 打雨球打雨球 像中国那个跳水 拿到三次满分十分的 小妹妹14岁全红蝉 真的是跳得很好 你说给我的儿子 给我的女儿 如果我有女儿的话 给他去受这样子的训练 给他去这样子 当做机器来培训 然后没有童年 每天就是跳 每一天要跳400次水 大家不要以为跳水很容易 那个水花打在身上是很痛的 更别说有时你的姿势不振 你横着进去 那个水花是更严重的 之前中国有一个节目 是请明星来跳水 那些明星去跳水 又全身都淤青 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个权 你问如果是我的孩子 这样子我愿意吗 我跟你说 我100个不愿意 100个不愿意 所以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除了举国之力 或者是你国家 真的很发达很有钱 人民自发去杀女 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强 MBA为什么会这么强 因为美国从中学 就有完善的体制 它不是强迫你去的 是你喜欢打篮球 中学小学就有全国性的联赛 然后有很专业的培训 你一进来 从中学到大学 就已经是 接受了所有的基本训练 它根本不用强迫你来训练的 所以你看很多明星 从大学一毕业 像Copy Brian Copy Brian甚至没有多 我们有的话是中学直接进去的 他们就可以读当一面 就很强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其他国家说 没有因为中国富足 美国富足 所以回到我们李子佳 你是把它当工具来看 还是把它当人来看 如果你说他不可以参加这些 他就只能训练训练训练再训练 其实你就是把它当工具来看 那我问大家 我们有什么权利 让他牺牲一切正常人 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不可以做 因为你的destiny 你的命运 就是要为我们争光 要为我们国家争光 不能 我们不能这样子强迫人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道德绑架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两个看法 都会挑战大多数人的立场 大多数人的看法 但是我不怕 我也不怕因为掉分 我不追求人数 我觉得对的 然后很多人是错的 我就要特别拿出来讲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奥运会的奖题 我特别特别 跟李子佳BB的奖金 我特别特别要讲的原因 第一个奖题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 我不要求大家 说红律师讲的对 红律师讲的都对 我信服他所讲的 不需要 我重要的是 我提出我的看法 然后大家自行思考 看我讲的对不对 所以希望可以激发 大家的思考 我们第一个奖题就讲到这里 第二个奖题就进入政治了 政治就是谈马华 我先喝一口酒 第一个奖题就讲的很累 Benjamin他打了近伦的日文字出来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真的是日本发明出来的一项比赛 在日本是有很大的经济效益的 但是日本你看 他不会出什么世界冠军什么 虽然早期有 现在没有 因为我们亚洲人先天有劣势 你要明白 先天有劣势 这些比较靠体能的运动 我们是很难跟别人竞争 有人说黎子佳颜值很重要 确实了 这个是一个看外表的世界 这是一个看外表的世界 黎子佳也经常有被人出 吴柳云也长得蛮好看 也经常有被人出 所以当然打得不好 表现差 我们作为看球的人 肯定可以批评 肯定可以批评 但是我们并没有权利去限制别人的生活 这是我一直所强调 我们不能管大海 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所以他表现不好 像吴柳云 他慢慢的转变成model 他的成绩就开始下滑 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我们凭什么去限制他 没有人可以限制别人的自由 就算是国家 就算是党也不能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这个是我要带给大家 NCAA是全国性的比赛 NCAA是大学联赛 非常非常的强 NCAA的冠军球队 可能中国国家队 别的国家的国家队 都不一定打得赢 非常非常的强 马来西亚更不用说 马来西亚去NCAA 绝对是被吊打的 绝对是输到扑改的那种 NCAA非常的精彩 我有时也会看NCAA的决赛周的比赛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就是美国的强处 它不只是篮球 包括游泳 为什么美国游泳这么强 你想一下 我们谁的中学是有游泳池的 至少我的中学没有 我到大学才有游泳池 所以你想我们要怎样去游泳 所以我到现在还不会去游泳 虽然我在刚风 我的弟弟我的姐姐都会游泳 去河里游 但是我以前就也有去河里玩 但是就学不会了 骨头中可能就学不会 所以但在美国不一样 美国他们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 你一出门不久就可以找到泳池 然后他们学游泳 他们参与游泳比赛 这个是从小学就开始的事情 所以你说我们要怎样跟人家比 这个就是我说的 你要在奥运夺金 第一你要很富强 你已经是先进国 第二你用举国体制的原因就在这 小片D这一部分也看进去 刚才那一部分当做回答的 中文字幕广� 中文字幕广化